惊魂未定,浙江女护士终于被警方找到 当天行为很不正常 8月19日下午7点,一名护士报警称 一只联系不上同事小王 从下午2点左右接了个电话急匆匆离开再没见到人 警察尝试电话联系小王 好不容易接通 小王说了一句自己在上班就挂断了 警方找到了出租车司机 隔知小王要去路桥夜市附近 但是手机没电了 银行卡也没有带 所以用支付宝余额和司机交换了4万元现金 警方联系侦查中心确认了小王的位置 兵分三路寻找小王 等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 小王正在确认收款人的信息 准备把现金转走 小王表示 他接到的电话自称是北京市的陈警官 说他涉嫌洗钱案 金钱高达216万 还给他发了一张警官证和刑事拘捕令 就是要被针发了一张警官